曹德旺为什么看不起李嘉诚 一次在一个香港的慈善晚夜上 记者向曹德旺问道 像你和李嘉诚这样成功的企业家 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年轻人讲的 曹德旺当着众人面不改色地说道 依我看李嘉诚先生恐怕还不愿为成为企业家 年轻人要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 台下的李嘉诚脸都绿了 大家都知道曹德旺话里有话 众所周知 作为房地产开发的鼻祖 李嘉诚是首批到内地去投资建厂的企业家 靠着政府对民族企业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李嘉诚靠着抬高房价 从老百姓手里赚了几千亿 但自从2013年后 李嘉诚开始疯狂道歉1700多亿 这些钱不仅没用于国内投资建设 他转手就投到英国 为英国修建道路 电网和通讯设备 很多人斥责李嘉诚为当代汉奸 他更是成了遭官媒点名批评的企业家第一人 而曹德旺之所以看不起李嘉诚 是有底气的 从90年代到2020年 有的人在薅国家的羊毛 而玻璃大王曹德旺个人出资 给国家捐款达一百多亿 很多中国商人发达了 挤破头的换国籍 但曹德旺被罚了三个亿 也要放弃美国绿卡 他还要求他的家人全部撤离美国 并告诫他们 谁想留在美国将来一分遗产都得不到 在美国移民登记处 工作人员问曹德旺 为什么要放弃美国这么好的待遇 曹德旺只是淡淡的回答 因为服药玻璃的存在 目前中国汽车玻璃进口的比例 几乎降到了零 如果服药玻璃成了美国品牌 这不是让外国人看笑话吗 在曹德旺的《青笔四传》《青若普体》里 他详细披露了 自己是怎样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 成为跨国公司集团董事长的 以及指名道行地披露了 众多资本大佬上不了台面的发家史 目前这本书豆瓣评分9.1 连曹德旺自己都说 他的书富二代们读不懂 因为他最适合那些白手起家 又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们